三月三拜宣言 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瑰宝之一 毛笔书法起源于公元前三千年左右的商代 随着时间的推移 毛笔书法逐渐成为一种独具特色的艺术形式 并在唐代达到了全盛时期 掌握毛笔书法的技巧并不简单 需要经过长时间的练习和研究 他要求笔簇的方向 厚薄粗细等方面都要掌握得非常准确 同时毛笔书法也注重表达意境 通过笔墨的灵动性来表现作品的情感和内涵 其实提起书法 我们还要感谢皇帝 据十一季卷一记载 皇帝始造书起 这表明皇帝在文字的创造和发展上 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另一种说法认为是皇帝之臣苍结发明了文字 不管是哪一种说法都彰显了皇帝在文字发展历程上的重要地位